画面现场是松烟风格店家的主题展区 目前正展出一档木质拼图特展 展出的拼图相当有特色 除了讲究拼图的材质与印刷之外 还有取得专利的图中图设计 最大的特色是我们的图中图 就是我们在一幅拼图里面 它还可以再取出特定的拼片 那还可以再拼成不同的形状 像是这边这一幅就是 它可以再把图中图再拿出来 然后拼成更不一样的造型 这是我们的专利特色之一 然后还有包含说在图面的选择 印刷跟刀模线的呈现上面 跟其他的拼图比较不一样 例如说刀模线的话 像在其他的拼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每一块拼图 它的拼片都长得差不多 但是在海驴的拼图上面 每一块拼片它都是独立的 所以你不会有A可以接B 又可以接C的这样子的错误出现 每一片拼图 它每一片的拼片 它都是重新设计过的 它是绝对不会重复的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 然后再来是讲到材质的部分 我们用的材质叫做HDF 是高密度的密集版 高聚合密度的密集版 那其实像是在做一般家具的时候 也会用得到这个材料 但是高密度的密集版 比做家具的还要再好一些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品质 在印刷 在设计上面都有经过非常多的巧思跟用心 对那刚刚讲到印刷的部分 印刷的话我们用的是日本的UV雷射 那个喷墨机 那这一台喷墨机其实在台湾 很少人会用来印象这一类型的东西 因为它制作时程非常的久 它喷墨印刷的时间很长 但是它的显色是最漂亮的 仔细欣赏展区的拼图 可以看到多款深受拼图玩家喜爱的系列 每一块拼片都生具巧思 也将图中图的创意彻底展现 比较有特色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星球系列 这个系列是我们蛮热卖的一个系列品箱 它已经做了从16年到现在已经4、5年了吧 但它还是持续的在销售 对那大家还是很喜欢 像刚刚有讲到图中图的部分就是 我们可以再把不同的拼片挑出来 然后可以再拼成这个图案 这就是所谓图中的部分 然后还有包含说内容的设计 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材质 有木头的刚刚讲到的HDF 然后也有亚克力材质 那亚克力材质就是呈现中间核穿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地球嘛 地球其实最重要的还有水 那我们中间就拉了一条核穿 那还有地球上的各种生物 像是金鱼在这边 那金鱼的颜色跟它的位置其实也有经过设计的 这个颜色从浅到深 那其实是代表的是一个金鱼经络的一个过程 是象征着生命的循环 对 然后还有这一棵树也是 因为在九大行星中 唯一我们目前知道有生命的 确定有生命的 那就是地球嘛 就是我们自己居住的地球 所以我们就会有生命之数 那其实我们偏偏用到的也不是说只有正面 它用到背面 像是中间的这个树干跟土壤的部分就是用它背面去制作的 对 然后以拼图来说的话 除了刚刚讲到的异材质 压克力跟木头之外 那还有说不同高度的木头 像这两块南极大陆跟北极大陆 它其实就是比较高的平片 对 然后上面也有很多很可爱的一些小动物 像大象 企鹅 然后刚刚讲到的金鱼 还有我们自己小小的logo的鱼 我们都有把它放上去 那也有包含说像是关于这颗星球的故事 那最特别的是这套星球的拼图啊 它在每一颗星球里面再拿出其中特定的瓶瓶 还可以瓶成一整个太阳系的一个行星的齿轮 它是真的可以转动的 对 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名画系列的话是我们去年上那个平台募资的一个系列 它是最新的一个大事业 我们选了很多个比较知名的画家 然后去调出他们更加知名的作品去做呈现 像是这一幅的话是范古 我们调了它的新页 目前藏在美国纽约美术馆 像它里面会有很多特别的拼片啦 就包含说像范古的椅子 范古的自画像 还有文艺复兴的三姐 就是关于范古 它本人的生品 还有它的故事 跟它的特殊拼片 我们特殊的故事我们都会放在里面 背面的话 它这个比较特别 它是两面的 像刚刚看到的是星夜 翻过来的话就是露天咖啡座 涂装图的话 我们每一款拼图都有涂装图嘛 那双面木拼的话比较特别 它有两个图中图 我们这一次的概念是 希望大家在疫情的期间 都可以在家里面欣赏到名画 甚至于到说你不能去博物馆 那你在自己家里面 就可以去了解这些大师们的创作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迷你版的原画 它会从大的原尺寸中 再变小一点 然后可以让你摆放在桌上 然后还有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立体画架的部分 它是可以做站立的 这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们做出了立体的图中图 在图中图的设计上面 有更深的一层突破 我们这一次除了双面木拼之外 我们还有推出原尺寸的系列 那原尺寸的系列 我们是按照画家 他所画出来最真实的橙色 像是我们其实在外面看到 或者是你在印刷品上面看到的颜色 会看起来比较亮丽 那其实都是因为在印刷的过程中 去进行调制的 但我们希望说 你买回家之后 你是真的在家里面可以看到说 它的笔触 它的颜色 它的质感 拼图制作团队也和知名的台湾插画家合作 推出木质拼图 希望透过拼图展现台湾的文创实力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为台湾的一个艺文界 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帮这一些插画家们去制作出各种不同的周边商品 让全世界的人更加认识 因为其实像这一些IP类型的产品 它不是只有在台湾贩售又到国外去贩售 我们也希望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可以让台湾的插画家再更有知名度一些 那以莱莫来说的话 现在应该是台湾数一数二有名的插画家啦 就可能是Tier 1 Tier 1 一定是Tier 1 第一第一排行最最厉害的那个插画家之一 那它的话 我们跟它合作了 一直都一直以来都有合作 那这是第一款跟它合作的拼图 它特色的话是 它背后啊 它会有很多它自己莱莫的小小的角色 那它可以再去用奇异笔 把它颜色涂上去 这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小巧思 然后还有包含图中途的部分是 可以再拼出一只小只的莱莫 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对 这是关于莱莫的部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怪奇事务所的所长 它的话最近也蛮红的 它专门讲一些冷知识 像是背后我们这边会有一块 比较特别的拼片它专门讲的就是 所长提过的冷知识 像它这边写说 你知道吗 有95%的人认为自己很好相处哦 呵呵呵 它其实总共有八款不同的冷知识 所以你买每一盒 它的冷知识都会不一样 那在所长这边的话 我们还有加入一个新的巧思 是所长的手其实是可以伸长跟变短的 意思就是说你的脚上面的拼片 可以再接到上面来 它手可以一直无限的伸长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整个拿掉 这块拼到这它就变成手很短 对这也是我们小小的巧思 那后面也可以看得到 非常多关于 因为会去购买 或者是会喜欢 这类型商品的人 一定是喜欢他的角色嘛 喜欢插画家本身 他对插画家的一个支持的表现 那我们其实也放了非常多 关于所长的角色拼片在里面 希望说他们可以在 玩的同时更有不一样的感受 包含说不是只有玩到拼图而已 包含在图中图的部分啊 在拼的过程中 你拿到每一篇拼片的感动 都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都可以再去有更深的一个体会 包含说在插画家的表现上 或者是他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东西 我们都会再放到拼图里面去做制作 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而且我们的拼图 它的厚度其实有0.5公分 所以它每一片啊 这个小小的拼片 它都是可以站起来在桌子上的 很多那个OL 他们都是买回家之后 拼完就像这样子放在桌上 然后前面会摆好多好多的 它里面的小小的拼片在把它独立出来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每一个也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包装 所以它看起来会比较一致性一些 这边其实是我们松烟风格店家的主题展区 然后我们是以三个月为一档 然后会找国内国外的原创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相关议题做一系列的展示 然后主要是会提供给品牌一个 与消费者沟通的对话的平台 然后也让民众每次进来松烟风格店家 都有不同的想法跟感受 这次选海里鱼的木质拼图 其实它跟一般的拼图还有蛮明显的差别的 它有它特殊的刀模的设计 然后它可以让拼图有更多更多不同的拼法 所以它其实不是单一吃拼图而已 它其实更像是一幅画或者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海里鱼木质拼图八年前透过木资平台开始发展 团队希望不断带给玩家新的体验与感动 以及一起拼图的美好记忆 其实我们公司的年轻组成非常的小 平均年龄大概只有三十多岁 那我们老板就是永鑫 他本人其实非常喜欢就是木头 那他也很喜欢拼图 所以他其实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它的存在 就是木质拼图的存在 他也觉得说 那如果我喜欢这两样东西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来研发 自己来做这个东西 所以在八年前 我们就第一次上了木资平台 发现说成绩还不错 那工作室就慢慢的在扩大 一直到现在已经八岁了 我们今年四月份刚办完八岁的时候年轻 所以其实 我觉得是一种爱吧 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产品 跟你做出来的东西 还有你想要做的东西 有没有一个结合 如果你真的喜欢它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你真的爱它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那在工作室的大家 其实我们很注重一个氛围 就是你对你自己做的东西 喜不喜欢 你对你自己做的东西 有没有爱 这对我们工作室来讲是最重要的 像我们设计部门有非常多的人 那每个人在选择案子的时候 我们都会坐下来讨论说 那你对这个案子的感想是什么 虽然我还没有看 但是你喜欢它吗 或者是你对它有兴趣吗 你愿意用更深的角度去研究它 然后做出一个 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吗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独特性 对这是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我们希望说 它的拼图不会只有拼图 它还有更多的可玩性 或者是在拼的过程中 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 所以一直一路下来做了八年 其实成绩也都算不错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在陪着 刚刚讲到的插画家们 或者是美术馆们 有案子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一起成长 帮大家做出更不一样的产品 其实像我自己的话 我有买了那个节气的系列 回家跟我奶奶一起拼 因为我很少回家 但是他知道我在做这个东西 他也蛮支持我 他就觉得说 那我孙子现在在卖的东西 我也想要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那节气拼图的话 一组共共有六支 那我回去带他拼了一支之后 下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他就把剩下的五支全部拼完了 然后还把它粘到空间上面去 而且他其实是在拼的过程中 他手是会抖的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他是真的努力的想要了解 跟支持你的那个行动 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们慢慢的慢慢的 其实有受到越来越多 粉丝们的喜爱 我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愿意这样一路 这样支持我们 然后陪着我们一起成长 这个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创业资金 其实是伴随着这些粉丝 然后慢慢的一起在壮大 然后陪我们再走过下一个八年 甚至在下下一个十年 其实我们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出国去展览嘛 那对公司来讲 对我们公司来讲 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 他必须看到产品 他才会喜欢 所以我们明年还会有很多 其他的国外的展览 会开始陆续的参加 然后还有跟一些大型的IP 去做合作 这边的品牌其实是 他可以自己有相当的计划来做投建 然后也可以由我们去找品牌来做接洽 其实这都欢迎大家有不同想法的品牌 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我们主要会扶植一些品牌 他可能在刚开始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 他可以去做一些 他对于他作品更深入的展览 或者是销售 那在园区有提供很多 像我们这个展区 他提供很多一系列的宣传 或者是可以在这里办活动课程等等 然后让整个园区的人流可以串联 竟然看到他的品牌 深具创意巧思的拼图特展 即日起至8月29号 在松烟风格店家的主题展区展出 欢迎喜爱拼图的玩家前往欣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